HELLO 大家好,我是翁萊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隻相當強勢的魔靈 他也算是現今版本的T0角色之一 雖然我很想說今天我們要來介紹娜娜但... 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喔 等我抽到下次一定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魔靈呢 就是我們 雄姿應發羽善冠金,盤孝間搶乳灰杯湮滅的風花博 恩...不是啦,我就覺得他這個毛筆還蠻適合用這個詞的喔 風花博雖然被削弱過一波了 但能控能削能打的全面表現 讓他依然站穩穩T0的位置 依然是很多玩家在RTA會拿來首選的角色之一 那我們就先來進入基本面分析的環節吧 體力10545,中段班小落後 攻擊力864,前段班,防禦力571 跟他的腿長102,皆為中後段班 速度沒有真的能慢到極致的九字頭喔 血量雖然不多,但也不到平血 攻擊數字漂亮,讓他在稱數值上面 可以用比較少的附屬,就可以稱出不錯的攻擊力了 整體上來說,是一隻進攻非常優異的角色 然而他的強大並不是因為他的素質 而是在待會要來介紹的技能組部分了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直接來進入技術面分析囉 一技能,拿筆畫畫 拿起手上的筆朝敵人臉上畫畫 造成380%攻擊力的傷害量 並且以50%的機率降低30%的攻擊條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提高到456%攻擊力的傷害量 並且退條機率提高到75% 傷害量的部分嘛,加減啦 畢竟說實在的,這隻角色雖然貴為攻擊型的角色 但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是會呈一定的體力素質 75%的退攻條在RTA的使用上 有時候可能因為這個退攻條 讓我幫其他的角色可以搶先一步行動 讓戰鬥的天秤傾倒向一方 2技能 花月亮 攻擊敵方造成全體320%攻擊力的傷害量 並有50%的機率依序造成破防、消狀態、未命中的3個效果 CD總共4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小幅度提高為384%攻擊力的傷害量 負面狀態的機率提高到75% CD降為3回合 風花博被砍正式這個花月亮的技能 前些時候的版本他的2技能 是先消再上破防跟未命中 這個直接代表著他的負面狀態是不用考慮對面有沒有免疫的 因為他的負面狀態技能自帶群消 縱觀全魔靈 能消帶上其他負面狀態的角色並不在少數 只是他們大多都為3技能 此外大多都為1個負面狀態而已 超過2個負面還可以帶消狀態的角色並不多喔 可能就少數的光德啦 暗春莉 以及我把退條也算作一個負面狀態的話 光熊貓也是一種消帶兩種負面狀態效果的角色 加上他給的狀態是破防以及近乎版本解答的未命中 除了可以大幅度增加對手的不確定因素之外 也能夠增加我方的輸出 是一隻十分全面的進攻技能 當然吃滿75%的負面狀態機率 代表著本身的不確定因素 如果把他當成主要的群消角色的話 他的表現會令人相當的擔憂 但如果把他當作保險 隊伍中本身就已經準備好其他的消狀態位置的話呢 風化博就是一個相當優異的選擇囉 最後三技能 山水化 以170%攻擊力的傷害量 對敵方造成三下攻擊 每下各退75%的攻擊條 當敵方攻擊條歸零的時候 可以造成一回合的技能冷卻 CD總共5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提高到 每下204%CD降為4回合 極度強大的退條技能 三下的退條即便對面是克屬 只要命中其中一下 都能大幅度降低對方出手的頻率 加上清空攻擊條後附帶1回合的冷卻 這讓敵方目標一旦觸發了這段效果 加上退攻擊條等同於是2回合的空窗期了 傷害係數算不到超級高 但整體上的技能組是非常強大的存在 除了補血外幾乎什麼事情都能做 也是他在RTA能作為首選角色之一的原因 最後輕描淡寫的寫過這個 風屬性50%攻擊力隊長 相較前面的技能組 這個隊長技能就屬於錦上天花的作用了 極少部分可以使用 但大多數大家都不會去依賴到他的隊長技能 符文的部分 基本上暴走是讓他可以變成最可怕角色之一的選擇 如果讓他2技能1個破防接上3技能 當然有少部分的玩家會使用迅速拼絕對的速度優勢 或者使用絕望 畢竟雙群打技能 加上已經很強大的2-3技能負面效果 如果可以再多大一個暈眩 有多麼煩人也是可想而知的 我們在SWC上面也有看到最愛中少 像我們演示過絕望風化回的水平 也是讓人相當的驚艷 兩件套的配置應該是毫無懸念的異智符文了 除非今天在公會劇點戰上面 加上你對自己的配速有絕對的信心 那麼可能有機會可以使用刀刃 或者集中等等去做到其他屬性上面的這個彌補 否則異智絕對是這類角色最佳的選擇 素質的部分嘛 術傷攻或者是術傷體 或者術體體甚至到術體命都可以 我個人是使用術傷體 有傷害、有坦度 附屬稱一些命中率喔 風化博雖然強大 但要發揮到他的強大 需要更強大的符文去支撐 而風化博技能組的賣點因為是在於控場的能力 所以活在場上絕對是第一要素 所以體力基本上會撐到一定的素質 當然如果今天選擇打的是速刷傷害型的一波流 那可以選擇速傷攻來達到傷害的最大的話 如果走的是速控隊 那可以選擇速傷體 控場之餘附帶部分的傷害也不至於太軟喔 符文稱度比較差的呢 可以選擇速傷命或者速體命 副屬把體力傷害什麼的稱好 命中純靠6號 如果走的是純控型的話呢 那副屬的選擇就相對簡單 速體防命的四條屬性為主就好 但是如果走的是比較全面的風化博 那素質就會比較辛苦了 除了基本的速體命要有以外 4號走爆傷所以基本上爆率也要撐到一定的素質 此外加成給些攻擊力讓傷害更漂亮 魔礦的部分 如果命中在屬性上真的緊繃拉高不了的朋友呢 可以在這邊選擇使用魔礦補上一些 此外就是以追傷為主了 3技能的多段加上全面的素質 追傷能給到的傷害量也會相當不錯 其次還能使用個3技爆傷或者水血量的爆傷增減喔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他的實戰體驗吧 首先呢我自己在使用他喔 大家應該對我的隊伍很熟悉才對 我的隊伍就是走一個速刷陣 所以如果要消的話呢 就會以我的這個比較稀有的光德跟水拳王 是比較相較之下平民的這兩個角色作為主要的消狀態 但是如果今天我的光德被BAN的話 就有可能會遇到面對風屬性水拳王的消狀態有機會會落賽 尤其面對像是風馬啦或者風龍騎這類角色的話 表現就會比較差強任意一點 這時候呢風化博的表現就會來得更漂亮 而且風化博因為他是這個娜娜的客屬 所以在面對到娜娜的時候 如果對面沒有壓到風龍騎的話 那我就會使用風化博加風暴女兩個角色去Counter娜娜 那如果今天對面有使用到風龍騎 那我可能就會選擇風化博加風爹的這種combo組合 是我自己面對到娜娜跟這個水仙人 這兩個目前比較夯的水屬性主流角色的一個測應方式 除此之外除了像我這種偏速刷型速控型的風化博搭配以外 在這種Counter娜的選角或是比較偏中長線的戰鬥來講 風化博能給到的貢獻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因為他的二技能雖然說消的不是機率並不是特別高 但大家可以看到喔 就像這一場啦 這個風化博這一方是三風打對面的三火 是一個屬性極度劣勢的情況 那這個風化博也因為屬性的關係 沒有辦法真的到消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只要他有消到 只要他可以扛下一定的傷害之後 輪到他只要對面的免疫消完之後呢 這個風化博他的三技能因為多段判定 即便是克屬好了也有高機會能夠去清到對面的攻擊條 造成一個冷卻 那除此之外像是面對到娜娜 像是面對到這個很煩人的風馬啦 或者是一個多段傷害 多段暴擊會去做到一個有效提條的暗龍騎這些角色 風化博除了二技能能夠針對風馬的護盾可以做到消 以及可以上到衛命中讓風馬不敢隨意的變成人形態 因為如果他上了衛命中 變成人形態只要硬沒有擺爆 就有可能在他最脆弱的人形態變不回馬形態 而且風化博他的這個三技能 只要清完攻條他會增加一回合的冷卻 可以讓這個風馬也沒有辦法去 不一定可以去使用到這個護盾或者變成人形態之後 被一個退條直接滲入一個敗局 除此之外如果今天要使用在公會站的據點站的話 我就會把他更偏向一個這個傷害型的輸出 那他的體力可能就比較少 搭配一些術隊長啦一些群小角 做到一個打一波流的這種進攻模式 那他強大的這個退條能力 加上只要清空攻條就可以冷卻 可以面對到很多這種像是風雷地啊 或者是甚至水爹啦 或是一些風術琴等等 只要我能先手 只要我能在對面沒有免疫的狀況下出到手的話呢 風化博幾乎就是一個可以 強力鎖定勝局的角色了 整體上來說 能使用風化博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他也是近期有在介紹魔靈刺考打最多的一隻角色 沒辦法 他就是這麼的全面 什麼地方都能夠用 什麼活都能夠做 而能消能控能打的技能組 也讓他在RTA的first pick 也僅次於火拜生的52.26%首選率 在Nana跟前朝露露的強權之下 他的屬性優勢也使得他更有本錢囂張 此外雖然不及火拜生的57.82%首選率 但被ban的機率高達14.13% 也比火拜生的10.63%高 代表著敵人面對風化博跟火拜生時 更不想面對誰 雖然這個數字遠不及暗凹跟Nana的30%就是了啦 最後對於這些角色給個結論嘛 新手一樣先不用急著練 因為符文水平不夠的情況下 這隻角色的表現就真的普普通通而已 如而積斬支援 快速成長才是大家新手時期的首要目標 但當符文進入正軌之後 風化博絕對是抽到馬上請全部資源投資 不會有問題的角色 有在打RTA的朋友 風化博也絕對是會讓大家可以在網上爬一個檔次的選擇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這個地方 搞一個段落囉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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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